这个婴儿死了 直到妈妈这样做 奇迹发生了 当第一次作为父母的凯特和大卫奥格被告知他们的双胞胎中的一个 在怀孕26周即将出生时 彼此之间只有两分钟的距离 他们停止了呼吸 父母们感到震惊和伤心欲绝 在那短短的时间里 他们的整个生命都在他们眼前飞逝 因为他们正准备应对他们心爱的新生儿之一即将去世 他们给婴儿取名杰米 杰米最初的意思是愿上帝保佑双手和时 凯特问他是否可以抱住这个毫无生气的孩子 他让大卫和他一起爬上病床紧紧拥抱祷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结果孩子活下来了 后来杰米与姐姐爱米丽一起健康成长 全家合约融融 每个婴儿都可以从爱的抚摸中受益 Every baby can benefit from a loving touch 坚定信仰 坚定信心 一切都会被赐福的 愿上帝的恩惠与慈爱常与大家同在 保守您全家平安喜乐 坚定信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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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坚定信心